字幕提供 atableA 字幕提供先貼 上課不要給我吃東西,下課在吃 我們上個禮拜談 有誰記得上禮拜談的內容? 有誰記得? 妳上禮拜有來嗎 大致上妳隨便講一個 我們上禮拜談些什麼 好 非常好 上禮拜我們是一個概論 概論的意思是 除了剛剛我提的部分 他做一個補充 就是其實企業研究方法 為什麼要研究 用白話文講 口頭的表達講 就是解決問題 找方法來解決問題 舉例說企業界上面有績效的問題 上禮拜還舉說 如果是超商擺東西擺的位置不對 顧客一直在找東西 那你就表示說有問題出現 你要解決問題 所以企業方法概論呢 我們要解決問題 那這禮拜 我在上一次有跟同學講 這禮拜開始我們要進入 進入 如果你們拿到課本 課本是應該在第二章 第一章是概念 第二章是進入什麼呢 企業研究方法的一個 程序流程 企業研究方法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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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流程呢 其實我會用一個理論的概念 跟同學們提 這樣看得到嗎 黑板上看得到嗎 可以喔 好 這個企業概念的流程是很重要的 我會給你一個理論 給你一個理論的概念 這個是你們會終身受益不盡 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不管是氣管 將來你要走另外一個行業 它還是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我跟你講一個理論 接下來用這個理論去發展出來 你們對企業方法整個流程是如何處理 來 我們來看看 進入那個課程 好 我們接下來呢 我可以跟同學們提一個概念 很重要的概念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麼呢 我們在 解決一個日常生活的問題 或者你要做很深的研究 其實都是用這個理論可以蓋掛的 所有的都把它應用上去的 我們稱它為系統理論 我們稱它系統理論 其實在不管是組織行為 人力資源 或者企業方法概念 我都會幫你們介紹 這一個理論 這個概念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講課的時候提到 企業研究方法主要是解決問題 當然還有同學們上一次也有提到說 可以吸收新資 獲取新資 記不記得 你可以在研究的過程中 獲得比較新的概念 其實新的概念建立在舊的知識上面 所以我同時也跟同學提一下 剛剛是 對 就是那個 同學可以了解一下 以前我們在 你們在國中的時候也學過 溫固之心 對不對 溫固之心 你解釋 什麼叫溫固之心 就是要溫固之心 然後呢 複習以前就知道新的嗎 把過去學的知識 用過去的知識來學習新的東西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看這個 什麼叫系統 有輸入 有過程 有輸出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回饋 我現在在跟同學講話的過程中 就是已經有系統的東西在了 譬如說 我眼睛 看的字 我說要輸入 如果我指的位置不對 指的位置偏差 我就會移動 那移動靠什麼移動 當我看到輸入這位置的時候 那個視覺神經會通知我 通知說 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要跟同學講 我位置在這裡 所以我要把手抓著鉛筆 移到這邊來 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然後回饋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我已經位置止對了 那所謂回饋就是 我止對的時候呢 我的腦子會告訴我說 我位置對了 我走路的時候 我走 走走走 這個是正確的 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舉出一個步伐的過程中 其實這過程很複雜的喔 通過你的平衡 腦的平衡 然後通知你的腳 通知你的腳要抬起來 要去走 這個都是一個系統 很簡單的一個系統 或者說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在 剛剛我說不准吃東西 吃東西為什麼要吃東西 因為要吃早餐喔 因為要吃早餐喔 好 還有沒有別的 如果你用這個系統概念來講的話 是什麼 吃東西是輸入嘛 那過程是什麼 過程 吃東西要做過程會變成什麼 要做什麼用 吃飽 吃東西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吃東西 轉換成為什麼 來 同學 轉換成什麼 吃東西要轉換成什麼 對啊 轉換成為能量 你人才能夠活起來 細胞要靠 靠你的能量 靠你的營養 養分才能夠活起來 所以如果吃東西 轉換能量 這個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叫做什麼系統 誰知道 人體體內叫什麼系統 內分泌嗎 還有呢 消化系統 答對了嘛 這故意講的 消化嘛 消化系統 假設你的消化過程 你吃東西經過透過食道 透過胃 透過然後呢 膽子分泌啊等等 這都是系統裡面一個部分 然後再進入什麼 先進入小腸吸收養分 然後再大腸吸收水分 最後沒有辦法使用的排掉 所以整個過程 很重要 然後排泄輸出 假設說 什麼叫回饋 如果說你消化系統裡面 有什麼回饋 假設啦 你吃壞肚子 消化系統會告知 你現在可能有細菌 要不然就是一個症狀 拉肚子 要不然肚子痛 要不然頭暈 甚至四肢無力 這不是回饋嗎 好 這種概念就是我們講的 輸入過程輸出 這叫做系統理論 如果說 我一般在應用 剛剛講問題解決過程 結果就是我們的輸出理論 如果配合我上個禮拜 跟同學講的問題 超商物品擺置位置的問題 出現了 我要去解決 我解決的過程 我用什麼方式 我可以問顧客 我系統理論 我在這裡跟同學們提一下 說系統理論的概念 系統理論的概念裡面 同學的概念去看說 我位置擺哪裡的時候 哪一個比較吸引人擺哪裡 他的這個銷售量 然後他的拿取的方便性等等 這個就是解決過程 結果如果說 客訴 客訴 抱怨 或者說 顧客來問 問店員的次數 減少了 表示結果是好的 如果說 結果沒有好 那我回饋回來 解決 是不是我的資訊不足 或者我的用的方法不對 然後 再回來找出問題 持續 這就是一個系統 那如果我現在 把它轉換成我們 企業研究方法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研究的目的 也許是企業的一個什麼 績效問題 我要解決 也許是企業的員工 上班的態度 我要去解決 也許是什麼問題 我要去解決 這就是一個研究的目的 研究目的有以後 我要去用策略 我要用什麼方式來解決它 我可能用觀察的 我可能用詢問的 我可能用 別的 用別的理論 人家做過的方法 來套用實驗方式 看看能不能做出來 這樣子的話呢 我才得到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可不可 有沒有改進了 如果沒有改進 我回來再去找方法來改進 這就是我們企業研究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系統理論可以用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這樣概念的時候 我現在就要問同學囉 問同學說 假設我現在是在 系統理論裡面的一個 日常生活解決的問題 同學們有沒有辦法去 提出一些看法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 這種日常生活問題 日常生活解決的問題 那我問題裡面呢 我的系統理論 我把這個地方 給同學們稍微看一下 問題出現了 我要怎麼解決 我得到什麼結果 回饋回來 這叫做系統理論 如果一常生活 假設 假設睡眠不好 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 跟功課之間的關係 那也許 問題就是 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有很多種原因 對不對 那你可能是想說 我要用什麼方式解決 解決的方法可不可行 解決完以後可不可行 對我們有沒有幫助 能不能把 睡眠不足的問題解決掉 這不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嗎 只是做起來 不見得那麼容易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請問一下 如果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來 先 用什麼 來 沒關係 運動 運動可以解決對不對 好 還有哪一個同學 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一些概念 可以解決問題 我解決的過程裡面 我運動 可以解決問題 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解決睡眠問題 早逝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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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樣兩個問題 同學找這兩個問題 說策略 一個是運動 一個是早事做 早事做跟運動可以真正解決睡眠的問題嗎 那你認為是怎麼樣來說 好 如果說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睡眠的問題 我要先分析 對了 很重要概念 為什麼嗎 今天你們聽過一句話 聽過一句話說 頭痛移腳 有聽過這種話吧 頭痛移腳會移的好嗎 也不見得 會不會 不見得吧 為什麼呢 當然 直接判斷來講 頭痛移腳是不可能的 不會好的 要針對問題來處理 我如果是分析出來結果 它是精神問題 精神問題運動 也許不見得是能夠解決那個精神的問題 當然精神問題裡面有好幾種問題 譬如說 營養不良會不會 也可能會睡眠不好 也可能會睡眠不好 然後呢 吃東西習慣 習慣 也許它的飲食習慣也不好 飲食的習慣呢 也許也會影響啊 還有 精神不好裡面 假設 煩惱咧 對不對 喔 這種概念就已經慢慢接近說 研究的這種精神了 如果你沒有去了解 去分析 你為什麼影響到你的睡眠不好的時候 你光是運動沒有用啊 運動如果太累的話呢 有時候會睡得更不好 或者說適度的運動 運動的時間不對的時候呢 你知道運動完以後 有時候精神很好 為什麼 亢奮 有些人是因為 血液裡面含氧量不足 你運動以後呢 含氧量增高了 精神變好了 所以很多人狀況不一樣 所以因個別的因素來做解決嘛 所以你說找事做 找事做 如果今天我的睡眠不好 是因為我的精神問題啦 上班問題啦 或者說上班裡面的壓力問題啦 等等 或者我的其他的因素 你要找出不同的方法 去做一個解決嘛 要解決 如果解決得對 那就沒問題了 他得到效果是好的 我第二天 我這樣做實驗出來的結果 發現如果我精神不好 我睡眠不好 我適度的運動對我有幫助 那就達到答案了嘛 但是如果不是 不是的話 可能你是因素 問題點不在於那裡 在於哪裡 也許你睡眠不好 是因為你跟同學之間 有一些矛盾產生 或者男女朋友之間 有一些小誤解 那你沒有把那個問題解決 你會睡得好嘛 還是沒辦法啊 所以這個就變成日常生活裡面 譬如說這只是一個例子 那如果功課呢 功課不好可能有什麼因素 功課不好可能有什麼因素 學習方法不正確 對不對 你知道學習方法裡面有很多種 像我自己 我自己 我學習 我覺得 我學得最好 最能記住就是 我把一件事 一個要學的東西 學完以後 我把它講述出來 我把 我學過的東西 我把它講出來 我想辦法講出來 那個會 對我比較好 可是不見得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有些人是背 他就一直背背背背 唸個十字以後 他就記起來了 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要把 我想 想完以後 畫成圖形 他就圖形記憶法 他就記起來了 學習的方式不一定是 每一個人都一樣 所以也許功課裡面 我分析出來 假設 假設我現在分析功課 我分析功課 然後呢 我就可以 把 一些因素 再寫出來 譬如說 學習的方法 不好 我要改進 那 接下來呢 我要跟同學講說 為什麼我在這裡 特別寫一個叫做 我 我在這裡 特別加上一個 資訊 資訊意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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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 information 資訊 information 還有呢 有些人說 data也是 意思就是說 我有很多資料可以找 資訊 好 來 我忘記你的名字了 江總 詠心 詠心 要 不能給我缺席太多了 上一次有一次給我缺席很多 好 詠心你說 假設 這個 學習方法 學習方法 是一個很重要 你要分析說 我功課 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功課有一些問題 我覺得 學習方法是 可能是一個因素 你可以從哪裡拿到一些資訊 資訊重不重要 資訊是指學習方法的資訊 學習方法的資訊 譬如說 剛剛我講了很多 也許 背誦 是一個方法 講述 repeat 講述 是一個方法 圖形方式把它改變 也是一個方法 那這些從哪裡來 你怎麼知道這些東西 你可以從哪裡 收集到這些資訊 有誰 你認為呢 你認為可以從哪裡 找到解決學習方法的一些資訊 從哪裡拿到 找學習能力的強格當作參考 再慢慢的行事 這樣是不是適合我們辦法 他答得不錯 他答得不錯 這個 這個 這個答法呢 我給你們一個名稱 這名稱叫做 叫做 楷模學習 楷模學習的意思是說 有一個benchmark 有一個人 他做得不錯 我跟著他 他有方法可以讓我參考 這楷模學習 除了楷模之外 還在哪裡 還在哪裡 可以找到資料 找到檔案 上網 很重要的說 可以上網 上網的話 除了上網之外 如果 還有哪一地方 可以收集到資料 圖書館 這個 最 最投入的人 這些都叫做資訊 這些都是資訊 楷模學習 我還可以從 圖書館 可以從網頁上面 去找到很多的資料 為什麼要講這個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 我們的企業研究方法裡面 除了 我要把問題找出來之外 問題很重要 問題找出來之外 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分析 分析的時候 也許我們 在剛開始接觸這個議題 我不知道 他可能出現在哪裡 他可能有什麼問題 他可能隱藏的內涵是什麼 那怎麼辦 我可以用 資訊來取代 我可以上網查 我可以到 廚書館查 我可以用 過去的 比較表現好的人 他的能力 他在 他怎麼做到的 問他也可以 找到資訊 那在我們的研究裡面 在我們研究裡面 這種稱為什麼呢 這稱為文獻的分析 我把它稱為文獻分析 或者稱為文獻的探討 文獻的探討 那文獻探討呢 英文的名稱 我們稱它 Literature Review 稱為Literature Review 很重要的概念 雖然說我們這一班 在整個17週18週的過程中 沒辦法在這個地方 做得非常的扎實 可是呢 我告訴你在哪裡找到資料 什麼找法 我們在課堂上可以找看看 收集看看 然後呢 轉換出來 叫做文獻的探討 文獻探討裡面可以找到 我要的方法 為什麼會這樣子 過去人做的事 結果是如何 然後 我現在如果照他的方法做 是不是可以達到 同樣的結果 如果達不到 是什麼原因 這才叫做研究啊 研究的精神啊 我可以這樣跟同學們介紹 如果你在這大學四年裡面 大學四年裡面 你要把所有假設器管啊 資管啊 或者像什麼其他工程類的機械啊 電機 你要把它通通學完是不可能的事情 知識浩瀚 學不完的 但是基礎一定要有 基礎是最基本的 譬如說我們氣管系基礎 統計學是一個基礎 管理的概念是一個基礎 然後 所以才要 還有 假設說 書寫能力 一般的書寫能力也要有 基本能力也要有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方法 方法是很重要的喔 學習方法 做事方法 帶人處事方法 這個方法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方法也學到了 基礎有了 你將來畢業碰到怎麼樣的一個工作 你的職務在哪 你就可以應用方法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我說文獻探討 你可以找方法 這個方法告訴你 如果找到 將來你碰到問題 你可以找答案 自己去找答案 這才是 大學四年最重要的一個能力啊 問題解決能力 我們在這企業界的問題 或者你日常生活的問題 叫做問題 假設是睡眠 假設是功課 我先分析 分析的時候呢 也許你沒有那麼辦法很完整 那透過什麼 透過資訊 透過資訊 資訊裡面 也就是說探討一些資料 資料探討 我就可以了解 原來 我這個學習方法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可能還有喔 有沒有誰想到 功課也許不好 是另外一個因素 什麼因素 每天都沒有花時間都在玩 喔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 那叫做 時間管理 時間管理跟規劃有關 規劃包括你的生涯規劃 包括你的讀書計畫 包括你的休閒計畫 這個都是時間管理 對不對 如果說 假設啦 假設每一個同學 剛剛 從上課到現在 他講的問題 其實他已經在思考 他已經融入我這個地方 你們只要記到一個系統理論 輸入過程結果 然後回饋 就是上面那個圖 這個圖 輸入過程結果 如果你要用英文 英文叫做 input 輸入 這叫做 process 這個叫 output 然後這回來叫做 feedback 假設你這樣的概念有了 然後你把每一個點都去思考 每一個點都去思考 你會有非常多的一個成果出現 好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我只是說功課 我只是說睡眠 只是一個例子 你看有多少例子 可以去讓你去思考 然後只要是任何一個問題 可能還有其他 你日常生活碰到的問題 日常生活碰到的問題 你可以先分析 分析之後得到很多 要從哪裡來 從資訊來 然後開始找方法 找方法 這就是策略 找方法來解決 最後我會得到一個問題說 我如何 我的 我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我如何解決 如何解決 得到的結果如何 結果是 我採用某一種方式 結果我的成績進步了 我採用某一種學習方法 我的記性增加了 或者我採用某一種方法 我記性沒有改變啊 沒有改變 我要再嘗試 用別的方式 我的記性增加了 我的能力解決問題 解決運算能力增加了 這就是結果 就是我針對這個結果 回饋回來以後發現 我適合怎麼樣 我適合怎麼樣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很多 我沒有辦法再讓你 花時間去思考 你們可以去想 欸 有很多問題 跟我們這個有關喔 好 接下來呢 如果 現在 我剛剛講說 我把問題提出來 解決過程 結果 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問題 是日常生活 沒問題 跟我們說 過程 是日常生活 作家